第一次来到这边看见大家 槟城慈济教育中心 特别邀请了来自新加坡的李嘉宁老师 他拥有十年丰富的鸭花教学经验 这次与慈济之工一起走入幼儿园和安清班 带领孩子们创作富有创意的鸭花灯笼 今天很感谢慈济来这边帮小孩子们 就上了一课 然后教他们唱歌 教他们做灯笼 然后呢 我觉得这个灯笼很好 因为他小孩子都很有兴趣 这个活动对我们小朋友来讲是非常好的 因为如果是我一个人是绝对办不到的 然后他们小孩子也第一次接触这个活动 所以他们感觉到非常的新鲜非常的刺激 明亮的心你就会越来越光明 做事就会脚踏实地 刚刚我看到大家都很专注很用心的把这些 这是个手灯笼啊做得很美 然后真的是很不错 他不是很富有 就是他不是很有钱 多位来自人们学校与社区志工前来陪伴和教导孩子们 不要偷偷做坏事 因为没关系 连同学校家长一起来陪伴制作压花灯笼 我就是觉得很开心 可以让到小朋友们可以制作灯笼 他们也觉得很好很开心 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合作 也希望你们时时常常会来到 有节目就可以上来了 给他们自己手工做那个灯笼啊 然后又叫他们说不可以做坏事啊 这些东西是非常好的 谢谢师姑师婆 感恩你们 恩陪我们做中秋节的灯笼 透过这次活动 不仅让学生们学习到压花美学 也培养了手工艺的兴趣与耐心 同时也传递了环保理念的机会 让孩子在创作过程中 学会珍惜自然资源 大爱新闻 陈瑞文马来西亚冰城采访报导 多一份善恋 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 远低灾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